我剛開始看到 烏克蘭人很反戰 後來大家全部拿起槍 因為你把我的房子炸了 你把我的親人殺了 他們全部都拿起槍來跟你拼了 我叫呂梓豪 桃園中藝人 我目前職業是從事餐館 我平常很關注國際的話題 國際新聞 個人比較雞婆 有時候會看一下 覺得我能幫忙就趕快繼續幫忙 2022年2月24號 然後看到國際新聞 然後有一個小女孩在反空中唱歌 那些 然後我就看很多人在鐵櫃 就打戰嘛 然後在那邊睡覺 然後我就想去幫助他們 我就買了一張單程氣票飛波蘭華紗 我自己戴了防暖手套耳塞啊 口罩還有奶粉 然後大概30公斤 毫無目的地 我就是往前走 我到了基福 然後一二瓶 然後布查 就房子車都炸掉了 然後有一些車子 在上面都是躺了屍體 對啊 然後也沒人來收拾 所以我會基福臺加入軍隊 我可以幫忙防守 也可以送物資 我覺得這樣也蠻好 我加入軍隊 大概訓練兩個禮拜 在戰場我們已經很亢奮 怎麼說你沒在睡覺啊 就是一直燃燒自己的熱量 剛開始90公尺進去 然後60公斤回來 就落差很大 那一天就是有砲擊嘛 就是那個 他們應該是用那個冰爆火箭在射 有一顆掉到我們戰壕 旁邊的軟土 所以它沒有爆 它彈到我們那個戰壕上面 對啊 然後也是等砲擊完 我們再看到 完我們差一點就死了 這次我在烏克蘭使用的 肝灰 對 然後也救過我很多次了 我有鐵了台灣的國旗了 然後後面 又寫了我的血型 還有我的英文名字 因為就已經到前線 沒得做命牌 就直接寫上去 你死了 就只好還知道帶這個人是誰 這是烏克蘭發給我的 然後我們那一天 滿要好的朋友都有簽名 然後有些人也就死在那邊 比如說在右上角的一個忍者 然後還有一個愛死 Messi 它也死掉 如果中共打台灣的話 我應該會勸我朋友 就是拿起槍跟他們打 對啊 因為烏克蘭也打一年多了 而且他們更難打台灣 台灣有海峽這邊 而且全世界很多國家 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 很多國家都是圍堵中共擴張 我剛開始看到 烏克蘭很反戰 剛開始大家都是反戰 後來大家全部拿起槍 因為你把我的房子炸了 你把我的親人殺了 他們全部都拿起槍來跟你拼了 我已經被人說了 那你怎麼沒有 我怕我怕你 我怕你 也會不會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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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